謝謝余先生 因為多年前我曾經也是照所長帶我來這邊見習 然後知道他當年規劃就已經非常的上世界軌道 那麼這麼多年來我也聽到他的整個團體的發展 雖然不那麼容易但是還是一直往上發展 那我們今天是叫農業關注 新農業關注會的一部分成員 那麼特別來這邊到現場來看看 聽聽你這個路是怎麼過來 故事也要我們想一想 是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黃教授 謝謝各位港官會賓的參 來港官參觀指導 也要謝謝我們趙前所長 還有這個林主任 這個沿路上在香蕉研究所裡面幫忙 好我是一個從那個一公頃的農民慢慢做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的自家農場大概有五十幾公頃 就是自己耕耳 那我們另外差不多一百五十公頃是耕耳的做 所以我們一年大概我們從這個廠賣出去的香蕉 有兩百公頃是在五千噸左右 所以說這個大概是在占香蕉產業也不多啦 差不多1.67% 現在以農量通報1.5萬公頃的面積下移回推啦 所以說我們現在的那個通路模式 因為以前生產者嘛 就是只想怎麼種嘛 可是種好之後你要擴大金顏啊 擴大金顏之後你要怎麼賣啊 所以說這個好像冥冥之中喔 這個老天爺對我也不錯啦 所以我前面的十年是努力把生產 從一公頃的香蕉貓任 從糧綠啊重量啊 我們的收入就是收入乘以產量嘛 就是這個很簡單的公司而已 那我們台灣的價格 這個價格是起伍的 所以我只能控制產量 那如果我的產量好 相對不會收入的好 所以說我只能花了十年的時間 在產地把它慢慢弄 才會說 因為農業生產它不像那種複製型 你可以1直接就挑到5 而是5就直接挑到50 這個真的在這種這種投報的過程裡面 在台灣的這種小農制度 經過幾十年的我們的農業政策裡面 它都是一直胡倒小農 它從你的種植包裝銷售它都慢慢交 可是生產它是一種 不是跟工廠一樣量大就可以 減少成本 它反而是量大之後 變成你的成本是越來越貴 這一點跟實際上其他的那個 產業是違背的 所以我們台灣農業為什麼 說實在的你看 現在做的比較好的情感就是毛豆 因為毛豆它很大 一個人都幾百公頃 那現在如果 往那個個別小農家好一點的 我覺得那種漁業啊 或是它反而又比農業更好 因為農業裡面它的單價就比較低 它的投報 你要取得那個單位面積的成本 其實你會不會有那麼大的成本 有錢在開也比較不容易 管理的過程裡面 從一公頃成等到五公頃 其實那就是一個門檻 台灣有一個門檻就是 家族事業所造成的 因為我們是家族事業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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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定是計畫 我自己造成的 我會請我太太 我請我的小孩做 所以說這個組而而成 台灣的面積 農業面積在香蕉裡面 三公頃就是一個很大的門檻 可是這一塊在我們那個 農業的生產裡面 它沒有辦法去教導我們 甚至在我們學校的教育裡面 他不知道這個三公頃 就是一個基礎跳過農氣的門檻 所以我剛開始的時候 傻傻跳過去之後 虧損 所以我一次跳到六公頃的時候 我是虧損兩百萬 可是你這個虧損 你會造成很多的農家子弟 你想回來重農 或是你重農的過程裡面 很大的衝擊 或者退掉 對 你做一整年 你沒有收益就算了 你會虧掉你的農家子 而且你本身裡面你的腦海 你根本就沒有那個架構 說農業它是一個產業 他只是知道說 我就回來 我的東西種下去就可以收 問題是收了能不能賺 所以說這個耗了我十年 可是這十年裡面 我有興趣遇到都樂 美商都樂 這個都樂 他十年前進到台灣的時候 他其實他內心想要 裹佔台灣的整個市場 他要佔高端市場 所以說他一進來 因為有一些門檻 有一些進口的門檻卡住 所以他就先來設辦事處 然後再設擠落廠 然後跟台灣的農民買香蕉 所以他跟我們買香蕉 都比正常的行情 一公斤大五塊錢 這個五塊錢 像現在價格是比較好一點 你看前兩個月價格比較低 一公斤產地價格才八塊 他如果多五塊 就大概我們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那時候他買了 他可以很輕易買進來 他買進來之後 他就是為了什麼 他要去賣高級的Seven Costco 所以Seven那個市場裡面 其實我要跟他合作過 Seven今天可以單根賣 就是他們那個idea進去之後 可是他找不到見喜農場 所以他就找我去拍一個 一個像這樣的故事 所以那時候Seven要去 在Seven行銷的時候 他們公司花了一個片子 就花了兩百萬的製片 所以我見識也說 原來什麼導演製作 製作最大碼 才導演嘛 製作就做這個碼 然後導演在後面 他說可以他就來 看到什麼叫滑滾 所以說這些過程裡面 就是讓我成長 才知道說 他們為什麼會想要去做這件事 然後他們在每一間的Morning頭裡面 都放我那個香蕉 一根香蕉的故事 他每天撥啊 一直撥 所以說他把那個市場 撥出來 撥一個市場 他就是經營在Costco 所以Costco裡面 他是一個 國際比較國際的公司 所以他這兩個 他在裡面 他就一直競爭 其實他內心裡面事情 引進 他回去聽到香蕉進來 來站在 可是說實在 那時候我們 我們也懂一些啦 不過 以農業的話 可憐的地方就是 每次香蕉自銷 我就是幫你賣鮮果啦 我幫你什麼 沒有去整體性 你要怎麼去歸納 去盤整台灣農業的香蕉 要怎麼走 以前有青果社嘛 可是青果社 因為你把它開放之後 你這個 一個動態平衡 你動一個點 現在青果社你把它開放 他就不用去輔導這些農民 以前青果社可以 概括承受農民的生產 所有的銷售量 產出量 農民要的就是產出 你給我買 我覺得這個國家應該有了解的事情 所以說 今天青果社他開了 我們農民 我們阿公 我們爸爸到 我們三代都要青果社 所以說 我知道青果社他的重要性 可是 無奈阿 沒人理我們阿 所以那時候都樂 我們知道跟他做 所以 我的內心想說 你先幫我吧 可是 都樂裡面 他是希望養套沙 可是這個養套沙裡面 時間佔我們這裡阿 可是至少 你讓我這三年先活過來 你沒有活過上 可以殘存 你說我明天會更好 我今天要死掉了 我怎麼會有明天呢 其實我跟他合作的內心是這樣 所以他們 這個公司裡面一直 積極引領的就是希望 開放進口 可是人家很努力 去打通國內的銷售市場 我覺得 除了他之外 目前在台灣沒有一家公司 有這種比較宏寬的企圖 那你沒有的話 都是丟給我們這些 大家自相常殺嘛 對 島內 買東西比較有什麼 東西燙就有了 10塊錢 我們8塊錢 這行李比較有什麼困難 問題是 這個產業永遠都是 七彩的產 那我們只能替代什麼 台東來 好啊 你的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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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島 我覺得這永遠都是在對立 對不對 所以 沒有辦法在橡膠產業裡面 跑出一個 所以我們在幾年前 我一直在想說 大農帶小農 這個就是我的LOGO 所以說 為什麼 我們會去慢慢重新 我這個模式裡面去找出來 所以說 除了我之外 還有 我自己的生產農民廠 我還有農民 其實這個農民 我就試著要去像青果社一樣 叫做鈣瓜承受 鈣瓜承受 鈣瓜承受 現在我 因為我也做了10年的生意 農期 人家才會知道說 罵我們說 誰敢像你這麼說的 生意人沒有在給你鈣瓜承受的 你想要生產10樣 我取最好的兩三樣 可以拿走其他的你的事情 農民怎麼有那個能耐 農民實在沒有他的能耐 所以農民他要 我跟你 你就全部給我買 喝給拍給 可是 他因為太小 價格便宜 他一定跟著你了 你賣不掉 可是價格好的時候他就跑掉了 那就換我們很痛苦 所以我為什麼要扣帳到50幾公頃 其實這個內心裡面 我有別的 如果可以那麼簡單做生意 我幹嘛要去做那麼多香蕉 可是這個不得不這樣做 所以說 一直在修正修正 這個議論的過程裡面 都是一直在修正 所以說在國內市場跟國外市場 其實我們香蕉大概 我們就區分國內跟國外 以前 情果社會被開放的時候 我覺得 外銷大概都會有三四成 現在沒有了 現在一整年 你看我們的總外銷量 今年一千五百多 去年三千多 公噸 公噸 對 台灣的總產出量三十萬噸 那你就一趴 你代表所有的香蕉 裡面 就是幾公都跑在內銷的嘛 所以逼著我們也要轉啊 那還有政策的問題 以前的農業政策裡面 它只要香蕉 你可以合格比你做外銷 可是因為 這幾年 國外的農藥檢驗問題 我們國家的國格問題 我們常常農民被罵 被國外檢查到農藥那種 那種下去下去下去 丟國家的臉 問題是 你沒有教我們 我們怎麼會啊 因為農藥的組成裡面 它有很深的學問藏在裡面 它可能是一百 因為我這也是搞了幾年才懂的 整個環境鏈它允許你一百 它就去分布各種不同的農藥在裡面 那香蕉可能配比到幾種 那我舉例好了 一個叫克收心 克收心是在針對治療黑心病 那黑心病的葉片橘子有用 香蕉也有用啊 問題是它要求你登記一個裡面 它要應付一個管理會 我知道是至少七十萬以上 那農藥商的立場 它怎麼會想要去 我就登記一個就好啊 那我就可能在中部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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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馬屋 或者是柳町區 我去登記就好 那我如果要登記你香蕉 我要花七十萬 所以它們就選擇 問題是農民買農藥是更農藥好買啊 啊我產生抗藥的它是說 不然你就出這隻啊 你來出 噴克收心啊 克收心在柑橘允許是1ppm 在香蕉是0.01 那當一年那個蘋果是幫我報 克收心香蕉檢鏈超標154倍 這是不是很爽動 154倍 因為它是1.54ppm 麵橘子八塊會摸到 果肉也要吞下去 香蕉我相信大家吃摸到肉的機會很少 它這樣摸沒事 這樣吃有事 我就覺得 它反而是農民啊 所以這種政策裡面對我們來講很難啊 我們怎麼懂那麼多呢 所以說這種產業變成 就是農業它能弄變成一個是 我就沒頭肉了 我主導這個產 我就得了色彩 其實我內心是覺得悲哀是這樣 農業它是一個很難的 研究所放不上網嗎 這一個 這個應該是 要再加強這樣 這是你的 要用藥的輔導 安全農藥的輔導 所以我們就建立這一些關係出來 就是說 我把我懂得慢慢去傳送 那如果跟農民買賣 價格大家弄好了 平價賣我 我教你技術 價格高一點 你賣給別人 我認了 所以我們的合作模式就轉換了 它不是只有單純買賣 我們還有一種 技術相關的 夥伴關係 這種夥伴關係 才能摳昂 在鄉村 農民有農民味的 你要大農代小農 你要把他抹掉 所以都變成兄弟了 最好是這樣 最好是這樣 盡量嘛 所以說我們就會 有過來就慢慢 政策上有一些IOT 什麼 我們就來設 設的話 這些剛開始 因為農業有併摸了幾十年 所以說它從光照 氣溫 濕度 其實這一些齁 我歸類簡單一點 這個就是天空壩的橋 這我們沒辦法 天要出太陽 要下雨都沒辦法 可是我能處理這一塊 電導 土溫 土石 就是電導相對性的EC值 我們去監測它說 那一個值 設定在一個最低值 那地獄這裡 你就要請農民 要去做某一些事情 你一定要去施牌 你一定要把你的那個電導拉上來 你一定要把你的土石 不要降到某一些程度 所以說 食物生長裡面 它就減少了逆跡嘛 可是這些數字 要我們生產的人 每天在那邊看 自己去揣 這些什麼數字開始用 因為我上次有一套也是侵犯弄的 侵犯黃院長 黃燈護黃院長 你問他那個 代表什麼數字 其實你設計出來 你不懂 所以說 等於是我們要去抓 可是我們也不是學界 不過農民 簡單啊 像我們在重香膠 你拿減少缺毀 減少缺水 相對產量的增加 這很簡單的道理 要講得完 阿沒有 你都要 你賺人家一天 整個等同行收費嘛 香膠已經是母的嘛 他一定會開花結果給你嘛 問題是你會賺錢嗎 所以說 我們要慢慢把這些know how去收集 然後 美鳳明你要問我就告訴你 然後透過驗證 再成立那個斯丁 這個工廠 對面那個工廠 那個工廠齁 那是一年忌諱 我不能敢做 因為他是三個區塊 都樂他做的 在台灣你看他那麼多錢 他國際公司 他在台灣12年結果離開 他虧損離開的 是因為他沒有根 因為這幾年我跟他們總經理 也產生某一些默契 他說余先生 我們都樂只能去做花 開的那個花 你就是根 你要想辦法把這個根 扎好 你香蕉要從這一些土地裡面 抓來給我們買 我有聽他的話 所以我花了十年的時間在生產 然後另外一個十年 慢慢再做生意 因為他也沒在落 因為香蕉多的時候 他賣不掉 大家說氣座 剛 以前我們不賣他 他就罵我們 你們農民不氣座 等我有香蕉我要賣他 我說你不氣座 大家每年都罵他罵他罵他 所以說這個問題在台灣無解 只要一年生的水果無解 蔬菜有解喔 蔬菜三個月 對啊 他可以閃過台灣的八九 台湧季節 問題是你一年生的水果 你注意看看 你們注意看除了鳳梨 很少能夠產生氣座價格 他一來 七八九 一影響輕微 十一十二 他就小傷 如果大傷 這裡就十一十二就沒落 更影響到明年的二三四 其實他的一個洞 就洞到整齣 所以說這一些的 玫瑞嘎嘎嘎裡面 因為我們又兼顧外鄉 有時候跟政府 好也有好處 某些補助會給你 他也有壞處啦 他什麼都丟給你 就像我昨晚講過 你是台灣逼大 我聽你的壓力很大 沒有 畢竟你要有人做 所以我們是被逼著 一直在進步在做 可是這些裡面 我聽到你們要來 我覺得很高興的原因是 你們是跨產業 大概這些是台灣相交的 的困境 生產過程 裡面只要不要遇到 產量過多 其實香蕉是順的 那好 因為我們常常跟農業談 像今年的香蕉 下半年 八九十十一 其實香蕉很便宜 今年的二三四 香蕉很貴 一公斤五十幾塊 這裡一公斤八塊 你看 八塊的香蕉跟五十塊的香蕉 不都是一樣剝皮吃下去嗎 嗯 為什麼要差那麼大 這個我們要去探究 產量 對產量 好 那今天如果這個產量 公需的問題 我們又要去 推到最前面就是公需 嗯 那台灣的內需產量 我覺得它是 持品往下 不可能持品往上 因為我們人口沒有紅利的 嗯 因為我們人口老化 我相信 因為 嗯 你年紀越大 你吃香蕉的數量 會變低 嗯 會吃 不過吃不要那麼多 大家要加油啦 他年輕人 他年輕人不太吃 年輕人 所以說 這 慢慢吃香蕉 慢慢吃香蕉 哈哈哈哈 真的真的 所以說 那如果是持品往下的話 那今天你要控制產量 嗯嗯嗯 可是台灣又不能 因為台灣土地是農民 對 我們不像大陸啊 就是你不能去 計劃生產 對 所以說 我們只能去事後的監控 你的苗花育太多了 怎麼辦 花育太多是提出獄警而已啊 嗯 可是沒無解啊 無解 那 前兩三個月我們常常被罵 啊你們不加強外銷 不加強內銷 內銷都一直在促銷 如果要出銷到 大家看到現在都怕了嘛 對 幫他一起上銷 啊如果你是外銷的話 你沒有前面的三四五 他無法造就後面的產量 因為 站在生意立場 日本人這裡會賺錢 這裡不會賺錢 所以你不讓他先賺 他也不會幫你賭買 對 哦 這個是合理的 我覺得 那這個有沒有合約呢 就是三四五給他多少 去發展他 可以不可以買多少 可以 問題現在合約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以前 我們的外銷量是可以跟農民 農民喔 是 現在他把你綁到出口 好像 你又要綁土地 你什麼時候你要去做生產調查 你全部調查完你才能出 所以說這些根本就是把自己綁死了嘛 日本人沒有要求你 要負責一些證明 你自己告訴我 我有這麼多證明 對 生產你一定什麼這個那個 哈哈哈哈 他怎麼會告訴你說不要呢 增加錢本 重點是 他不多錢給你買啊 我們那麼多成本 成本增加了 但是他收購加不增加 所以這些我們也有講啊 不過我是覺得 我沒有說太大了 因為很多事情 主管機關做到最後 大家跟很多朋友 其實我們能造的就是繞到民意代表 繞到主委 然後又繞回 然後他又告訴我說 你不要再去跟立委講的 哈哈哈哈 無解嘛 你不要被看到攔桌 這樣無解 不過我覺得從學術可以 我們去建研嘛 這叫建研嘛 所以 香蕉便宜的時候 除了農林職務還有誰來 你知道嗎 檢調 那個調查局也來 調查局連續在我這裡三連 又被他什麼事了 對 你說你問這個人叫幹嘛 我沒有啊 這個會引起國安危機啊 因為你的香蕉有那種囤積 因為他不懂香蕉嘛 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便宜 你一公斤成本 十八塊什麼 你們現在產地給你們賣 五塊六塊 是不是有人囤積 他要查嘛 哦 他會造成社會的動盪嘛 欸 我就 慢慢喔 第一年不太幹錢 今天我就跟他講比較多 哈哈 因為你這條線會跑到總統那裡嘛 啊今天 今天既然是國家 我們的民主國家都是很多的通路 除了農糧體系之外 其他的通路 我們不是去 去倒啦 我的意思是說 剛好你們要來 我們就講給你們聽嘛 齁 這是這個 這個 這個產業所遇到的問題嘛 嗯 好那你今天產量過多 誰說了算 其實我覺得主委署長他們最不願意聽到的 就是產銷失調 這也不是你的責任 產銷失調哪是你的責任 土地農民得 嗯 就像我們現在股票 一萬肉我們大家也不太敢買啊 嗯 一萬肉是不是很多人買 這人性嘛 哈哈哈哈 每一個人都把人性 農民就看你 今天一堂嗎 你又堂 第三點不中我白癡啊 對 這是 這是人性 我覺得不要去檢討那種人性的問題 OK 齁 我們這樣像台 吉隆那些 有的分紅啊 嗯 這是關心很多百姓 農業 他就不能分紅 你都明知產量過多 你不能分給動物吃嗎 以前我們的產量是 多了就是去化 去化就是給豬吃 可是豬吃的話 不能雜工嗎 可以 其實我們 我們相較第一優先 鮮果 鮮果 對一個第一優先 鮮果有分另外一家 第二夾工 對 可是加工單純的 食用香蕉的加工量 他現在看起來最好的 就是整根 就是用熱風 去取果肉 那黑黑 那個產量一免300噸 香蕉片 那個香蕉片的那個 那一個食用量不大 那是果乾類 對 果乾低溫 果乾低溫 對 那個泥溫 對 那個中間很漂亮 那低溫的就不會 對 那個 那個 那是濃度乾燥 喔 那是冷 打那個 那那個是濃度乾燥 但都不止幾十噸了 因為我們要處理的是處理產業的問題 不是只有去處理幾噸的問題 我不是為了交差藥是說實在 因為我們今年只有做一週 江郊去化了兩千噸 一個禮拜就農民自動繳交出來 然後拿去給主持兩千噸 所以3.5噸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啊 那我們在109年的時候 它全部處理快1萬噸 所以我們應該那個產業的思維在裡面是 量大的時候怎麼把這些東西 能夠在短期時間 最快的把它去除掉 所以去年 因為我們109年有去化110年 去年111年 110年沒有 不過110年的時候 我一個那個同學 他介紹那個 他就是在研究產業 那個豬的產業 他很好奇 他問我說 你們呢 這個香蕉怎麼做成產品給豬吃 我說我也知道 我就請你去 不是自己給他這樣 沒有沒有 他們 因為現在我們的豬有管制 所以說他要進去那一個 豬長的時候 那個很大的那個豬噴那種 很亮的那種 他要鼓過 因為我們有 要收拾 不能收拾 對 他問這個問題 他重點是看到什麼 怎麼會有一種產業沒有任何的準備 在這麼短時間給你拿那麼大量的想教 這個就好議題了嘛 所以他就想了嘛 可是養豬業者如果我們去談 因為我們沒有錢給他 他沒有錢給我們 我們要付他管理外 嗯 去花費 那你如果今天他都無用 你要送他都不要啦 他為什麼他要 他又要做這個表示裡面藏商機嘛 嗯 我覺得 當時的農業會欺負 你收錢嗎 他要跟公斤收一塊錢 因為農糧署 這個青果社有幫忙處理 農糧署給青果社兩塊錢的處理會 嗯 我們一公一塊錢要給他 哦 所以他派車子來載走 所以他當成農業會去 對 所以說 當同來也不失啦 所以說我我一直認同說 那如果我是養豬業者我也不跟你買的啦 絕對不跟你買的啦 對啊他等著你 反正你們去完你就來 對 你們去完 啊像今年你只要做過一週 他就說啊你們為什麼不要再做兩週 那表示什麼 那沒有錢的他沒有啊 因為他 表示他 跑到他的主要糧食去了嘛 嗯 所以 這個是不是一個思考點 那 還有今年我也遇到 剛好在車上 遇到那個 我要去台北開會的時候 遇到那個 平科大的那個夏銀仲夏教授 其實那個夏教授 他就 你後面可能要投影方式這樣會比較大一點 哦 這樣大家看 又是ESG 又是他要挑啊 又是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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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所以他要挑 更介紹一點也可以的 所以這一次 我們在 作為香蕉事情 搞了兩三個月 我知道 這個蠻長眼 這也有關係的 那都是 香蕉多的麻煩 香蕉少的麻煩 哈哈 他在車上說 啊你們怎麼要給豬吃啊 你們怎麼不給牛吃啊 牛不吃啊 牛不吃啊 牛吃不吃 牛吃不吃香蕉 反正給豬吃給牛吃 都一樣嘛 就是給動物吃嘛 對啊 豬是比較雜實的動物 不過他也會挑很重 牛不一定會吃啊 那個裡面是澱粉跟糖分 牛不需要 我想老實話 對啊 因為香蕉 它裡面有一個 丹鈴酸 對 青椒到沒有吹熟 他說 只要經過粗 粗粒的一塊 打開 把它打破就好 然後去把它放在那裡 跟其他的稻草結合在一起 大概四周 他說丹鈴酸喔 他可以很清楚的證明 他會讓牛的甲腕排氣少30%以上 哦 啊這 我覺得這也是重點啊 對啊 這是重點啊 啊你ESG裡面 今天每一個個體物 大家都要講ESG了嘛 對不對 連我這個生產農場的人 也在講ESG啊 像我 像我的廠 像剛才這個廠 我們就有帶根 因為農科要明年才會來 像這個廠裡面 我們要去驗證第一個 因為 那個 近年辦公室 剛成立的時候 我有去跟 莊老大 莊處長 去打開 因為我農民 說不定沒關係 我跟他講喔 樹木 都有樹葉 吸收氧化碳 然後冬天 掉下來 他就有吸塵 他就有探權 啊我們的香蕉 單位面積裡面 我跟你講 硬溫滴絕對不會輸你 硬溫滴的樹木的表面積嘛 嗯 差別 不過我們要去扣嘛 扣掉我們 因為我們去吃粉啊 我們去做什麼啊 我們來調查 假設這些家家經驗起來 香蕉 在正會的那個品項裡面 在台灣 你是不是可以 你幫你認同一下 嗯 他剛開始不要 他說沒有啦 這個蔬菜沒有 我說我們不是蔬菜 我們是一年生 啊樹木也是一年 啊你冬天他掉完葉子的啊 啊他是不是春天又長葉子 啊我們的香蕉一樣 一年割完了 那些葉子砍下來啊 然後放在樹下 我們也沒有去分會啊 只能久了他也是自己消化掉 因為現在目前台灣 對於植物的探權 大概只有森林 林是要新造林二十年 那現在竹林 就是我們最近在想辦法 就做了五年 那竹林 就孟宗竹或是貴竹 一個是做什麼竹探牽紋 那我們現在做那個 做一些容器或是吸管 取代一次性的塑膠 那這最終他那些主屋的東西 是可以做堆匪化 我的孩子就是在歐盟 可以做最後堆匪 所以他變成認定的 就成為經濟 但是重點的時候 我們自己要去做一個叫 方法學CDM的認證 那這方法學做一次下 大概到一千兩百萬到一千百萬 一個方法學 就是台灣的探權交互李建民 他們在做 他說台灣隨便一個都是一千多萬 那你做出來你是share給大家 是 那誰要掏這一千多萬出來做 這才是難的 政府不可每個IT都去做啊 那還有一個台灣最大的問題 我們探權都是國外 政府做啊 農委會做 政府做會做 就這麼簡單 我們也跟國外講說 你的ITER應該把大中理要做 不是中研究員去做啊 公告啊 政府做啊 要不然就是聯合國 已經做的項目 我們能不能認同 我們台灣不是 那台灣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一定要在地做 其中的東西一定是在地化嘛 方面不同溫度也不是溫度 農委會的態度 因為台灣做的探權 也是沒有辦法跟國外交流 對因為你沒有獨立的這種自我的評估嘛 人家依附在誰啊 人家依附在誰啊 我們在英國在中國 依附在中國的 台灣不是member 真的啊 真的啊 我們完全是 不能當莊啦 看誰當莊 然後你靠著來來逛 他現在只能說明天 一個莊先生 他這個方向就不敢 明天的莊先生 其實喔 我們香蕉 我們的重點是 台灣的香蕉 美利賓的香蕉 中國南方的香蕉 我們這三大塊的香蕉 台灣自我定位 特別像你現在講說 好創新價值 這個燕水探權 這個台灣要不要做主導 我說主導整個這個 我們說表位歸線好了 表位歸線以南這個亞洲地區的 香蕉產業的探權這一塊的定價權 對 台灣要不要主導 那台灣要不要主導的時候 這一問就是台灣香蕉這個產業夠大嗎 需要我們去定嗎 第二個就是台灣有能力定嗎 這兩塊嗎 買不買單 所以我們現在從余先生這邊來看 對 從香蕉所這邊來看 我來看 是絕對有 因為我們一旦定台灣的亞洲地區的 就定到非洲去了 定到南美洲去了嘛 所以台灣這個 這個Leadership 就講香蕉這個產業的 就講探權這個Leadership 台灣是有機會的 因為大家都還沒有開始 而且台灣有人嗎 有啊 你台灣你看把中愛人間 搞這麼大的院區還不算 現在又增加一倍的面積在台北 現在又增加另外一個院區在台南 那台南要幹嘛 台南已經定位了 綠能這一塊 跟農業這一塊 那跟香蕉所都做就可以做了 香蕉所一定是 好不掉的啦 香蕉所一定要轉型 因為香蕉所的定位 香蕉所的定位一直在飄搖 為什麼 因為你香蕉產業 不是還沒看見 對 你香蕉產業本身並沒有一直往上爬 所以香蕉所的重要性就被質疑 但是全世界唯一的香蕉研究所在台灣 而且有這麼長的歷史 你竟然就 人家一懷疑你就想不幹 以前做的都是指的是腫苗啊 育腫啊 育育啊 對 所以我現在的想法是這樣 我們今天來的最重要的目的 我就一路談到這個方向 整個產業系統的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要變成國家問題 這是國安問題 那國安問題的參與者解決方案 絕對不是哪一個單位或哪些人來做 所以我個人的期待說 我們這次來參觀越是跨領域嘛 越是跨領域嘛 越是跨領域像我們那個曲先生他就很熟了 他一直在關注這件事情 前國在關注這件事情 你看台北大學李老師也是在關注這個事情 其實他們 我上一次在大豆這一塊的時候 在高雄 在辦的時候 我就特別提出來說 學界 學界定探權也好探稅也好這些 除非你是要下到第一線 因為生物的東西植物的東西 像以香蕉為例 它不是只有香蕉這個植物啊 對 它整包包土壤 包包旁邊的這些 所有都要進去 你一個 特別是管理學院也好 商學院的人 其實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怎麼定 所以一個 那這個現象是全世界都是這樣 所以不是只有台灣是這樣 所以台灣就有機會 有香蕉所 有像於先生這樣 你已經經營這麼長期的 知道對香蕉這個作物的 種種生物物理什麼特性都知道 我現在是建議就是說 我們要把香蕉產業這一塊 要推向國際 以前我就一直說 我到非洲去就說 怪怪的台灣 你說任何一個人 隨便香蕉手一個人 到了香蕉 到了東非去 他就是一個國際專家 可是我們人都沒有出去 那我一個助理隨便去 教一個組織培養 就變成國際專業人士了 所以台灣沒有推銷自己 在被內銷 或者整個系統 對於那個焦頭浪的時候 沒有把自己拉到最高看 你從最高看就變得很清楚 台灣一定要變成有定價權 不管你是從美國來亞洲的 日本南下 到熱帶地區的 全部都包括中國 我中國也常去 以前早年在 特別是海南到古東 他的實力都不如在台灣 差一大跌 所以今天我還是相信說 今天提出這麼棒的創性這一塊 像我們的這個廖博士廖先生他們 一直期待把有價值的農作物 鮮食的東西變成全部變零嘴 但這個零嘴不是過去式的零嘴 是未來保健的零嘴 保健零嘴我們就會推向小孩了 推向所有家庭 那這個市場面就很大 然後加工以後它的保存期也長 這樣的一個產就變成很穩定 因為你消穩定嘛 所以這一種一種制度性的改變 才有救 不然你只是說用消費合作社也好 用公司也好 其實都很難 很難穩定更難去國際競爭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所以你再繼續講一句 謝謝王先生 像現在其實我的做法是 現有的公司要先願意跟我們買 我們從哪裡去開創 所以這個大疆生意 這個大疆生意三年前就找我 可是我不太敢 我怕他 因為他的公司比較大 大之後相對性他對我們苛求 因為他要買很便利的東西 因為採購買東西大家都廣下一樣 所以我就派一個人賣給他 賣了三年 他知道 我知道他怎麼可以用買香蕉 他只有買這些香蕉裡面的香蕉皮 皮的外面哪層 怎麼賣皮給他 黃皮中間哪層 肉 對 那是算了算 反正我的立場是 我賣給你 你吃香蕉肉也好 賣給你 你拿我的香蕉皮做丟掉也好 你都是被弄買香蕉 這個是正在產業的立場 所以說我在這一年就很積極去跟他接觸 我就找了限證物 找了什麼去跟他盤 他們要的 他最後發覺說 我有這麼大的農場 我有GGAD 我有什麼 有這些這些 所以說他的客戶兩個月前剛來 他是安慰的大客戶 他要的就是 我要這個生產產很好 這給我來做 農藥殘料的問題我來解決 那你想辦法幫我賣多一點 可是他今年因為 事實上他是可能 大陸疫情 他的主要客戶是在大陸 所以說他的銷量不太好 他今年買了幾十噸而已 不過我覺得像那種大香生衣 這些可以這種皮 他也是一種 我們東西的轉換 因為他不用很漂亮的手 可是他需要我的後手 所以我用我的設備 他要黃 嗯 他不能暗黃 他要亮黃 像亮黃鮮黃 那時候最多 像這個鮮黃 對 類似這樣 這個落冷面 在落冷面 你說那個濕氧酸 濕氧酸 HT5 所以我抓住他 他抓住他之後 他也喜歡更多 所以我今年 雖然在現場裡面的時候 我告訴他 你要有企業之後 你不可以買便利 你公司賺很多錢 你要一點點給農民生存 對 他約利喔 這個才是重點嘛 就是說 今天 如果沒有議價權的時候 買方 每一個人都隨便跟你殺價 你生存者 你就沒有任何的生存空間了嘛 所以說其實大香是 我一直想要跟他 很好 那個農科院 因為農科院現在 陳建兵 陳總會長 他有同意 因為他說主委有下達命令給他 要由農科院要去做香蕉的護碳驗證 就是碳足跡的驗證 大概現在已經送去環保室 那邊 要到2324可能那些整個流程他就會跑出來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 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透過手裡有認識一個叫 在做那個鞋帶 那個我們那個運動鞋的鞋帶 他是專門跟他們來做鞋帶 他就免裡面 要添加2%到3%的香蕉市 他添加這個 其實他們積極的原因是 因為2025 歐馬要課稅啊 他不得不嫁進去啊 你不嫁進去 他就那個市場就沒了 還有那個 我們在那個林務所 上次那個林務所 那個中華浙江那個方統市長 上次歐馬去常發一個選的 就是竹子嘛 藥物 鐵鐵 氣鐵 鳳梨 香蕉嘛 啊其實我看到他去 我就覺得說 這個有商機啊 唐屬町喔 光臨歐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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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那個 那個商機緩過來了 因為怎樣 因為假設是我們拜託你 去添加在你的紙漿裡面 那就不一樣了啦 他已經給你壓死了 對 可是現在是 反過來說 你的紙漿裡面需要添加多少 你又可以幫你結多少稅嘛 嗯 這個就是另一個商機嘛 這個也是ESG的代表 對 也是ESG的代表 一模一樣 所以 所以 包括還有Saven 因為我有在教Saven Saven 我就教一半 用全台灣南部我再教 所以 他現在要求他們的 那一些那個 蔬果的殘渣 繞到 那個 那個黑水盲 吃完那個鹽跟油 之後再繞到我的農場 然後再出來 他說你做這個幹嘛 他說沒有啊 這個ESG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他說你做ESG 你有好處啊 他說有啦 其實我覺得 他很快被你講師 好像銀行借 都給他們兩碼的 地利會 對 這個是從銀行開始來的 ESG 其實 因為金管會要求現在 20億以下 對 他們 對於高污染的產業 的貸款要減 對於綠能跟ESG 對於淡足機的部分 他要佔比貸款款是30 對 他貸款款比30 所以 這邊繞一繞的話 因為我 我對現在我們也有在弄那個假金 所以我就跟直接跟中奧子講談 你不要亂出假 他叫我開家 我開家很簡單啊 就工資就好 我東西送你 因為我也會欺負啊 你拿去弄也好 可是你要給我工資 台灣最貴就是工資嘛 那你是不是 這一塊就是替農物端去增加一點他的農田收益啊 啊對大自然也有好處 我覺得這樣是不是 這裡弄一點那裡弄一點 其實我不喜歡我探權 我們那一點點就不能怎麼探權 不過我們如果 全核家小孩 那我上你7的上架 你就不要掉殺架了 因為這一些通通是從捷徑農場 捷徑乾淨的農場出來的東西 你怎麼拿去跟人家比 啊今天要賣10塊我們一定要更10塊 啊你是不是可以給我們合理的生產成本 因為農業很可憐的地方就是喔 他永遠不讓你有生產成本 生產者到極臥場這一段喔 都是平安賣了三個 如果天災必變就一公斤賣60塊 那是要笑啊 可是問題是這裡面幾 十幾%的人拿到而已啊 他等於是財富歸到某一些人身上而已啊 就是 要害了他地方 所以這樣後來永遠這個產業是要賭嘛 啊你對人的話他怎麼會去進步呢 所以說其實這幾年我就是盡量用政府的案子啊 去把它結合 看能不能抓出那一些能夠提供給學界也好啦 或是政府政策裡面讓你們來參考 農民端不是要很多啦 農民端就是說 啊至少我們努力做 哎呦 一年你沒有 拍年當本籍就好了啦 啊不然這幾年的邀請啊 你看像現在的交流啦 昨天前天才去開會啦 所長說喔 從有紀錄到現在 沒有賣那麼差的啦 因為太便宜了啊 這些都不關消費者的事情啊 不關這些盤當的事情 通通是你能源的事情啊 啊你看嘛 這樣子你一來一往 他走到最後其實他就變成 只有大脳存在嘛 啊這個也好 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的大脳代小嘛 因為大才能包小啦 大的時候才能便宜賣給人家啦 便宜的時候你才能夠把這些人買起來啦 所以這個產業其實是 沒那麼簡單啦 啊不過 既然都敢公開就是 啊你台灣就幾十個這個人就好了 啊也不可能你全部 全台灣讓我做會出不了 我會沒那麼貪心啊 一年幾十公頃 我們能夠照顧的這兩百甲 最多你再擴充一下 五三百公頃 我經常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剛剛看你的數字 你是也五十公頃嘛 然後你其實就一百五十 可是裡面有一百三十個人 所以每個人大概就有一點一點 一點多 對 他還上來嗎 他收入夠嗎 現在是說這一塊就是說 你一公頃根本就沒有 就沒有那個經濟效益 是 不過我的想法是 我先教你基本 舉例我們一起三年 這三年裡面 你從種到收 會經過三次 那你總盤算 怎麼賺錢 如果說我們可以教你一公頃 每年穩定賺十五萬 可是你要透過你自己的努力 然後把這些良率拉高 那價格的問題是透過長時間的平均價值嘛 所以你這三年下來的話 我可以教你一公頃先怎麼賺十萬到十五萬 一公頃賺十到十五萬 對 可是你如果只有種1.1 那你不是二十倍 對 所以說農業在台灣那變成是 你要慢慢讓他有競爭力之後 他小農自己會往變大農啊 他想變大農 對 Best people right now 可是你變的過程裡面 沒人教他怎麼變啊 所以 以剛剛那個數字來講 就是說 假他有七八公頃左右 他就可以活了 可以 七八公頃跳過三公頃 五公頃就可以活了 三到五就可以了 他滿貪的 四十萬 對啦 那我就 我就不要種 我就不要種三招 我躺在家裡睡覺 我一眼吃 躺在就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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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太陽 不要像我躺在這裡 對不對 這個問題在哪裡 所以這一塊 其實 這個訊息有跑到我這裡 所以地主根本就不要做事情 對不對 地主 地主跟工作是兩回事 對啊 所以地主不用做事情 對啊 所以現在農委會綁住了 要綠能使用執照 其實 中美金儀和 跟新雄法師 他們應該是在台南儀潭到高雄 乘住了三百公頃 應該有這件事情 以為還是農作 農作 他們自己先 建的潰線 結果他們在高雄市政府被卡 然後繞繞繞繞 跑來我這裡找我 永遠先生 我的土地給你撞 不用 陪你 讓你撞 不用 不要 我自己 我自己 在一起 幾月四都賺不了什麼錢 我怎麼可能去撞 分散型 不是 因為你撞越多虧越多 所以他又找另外一個人來 嗯 因為這一個人剛好是在加熱舞的行銷 他不是生產者 嗯 他想撞 他看我撞他又想撞 可是他人是住在台北 我覺得好 這樣OK 你去跟他談 啊談完之後 他就每次要跟他開熱團後找我談 他第一次跟我談 我跟他姐 你跟他 你的土地 因為你欠缺了綠能執照 所以你一定要我 嗯 所以你的土地那個60%裡面的地 你要貼管理會給我 你要貼管理會給我 對啊對啊 你要貼管理會給我 啊我被他罵 我說大廂五百公 土地給你撞了什麼錢給你 我說 哪個都要 哈哈哈哈 不可能嘛 你給我然後再給我管理費 因為他第一次協調完 真的說 就是低價 比行情低 就是一折兩折 租你就好啦 第二次談判不用錢 第三次談判真的拿錢 這個我們看到一點就是說 事實上台灣的農業裡面 不是我們 沒有人想做 是 我們變成逼得自己到 要全部通通血嘛 今天政府裡面 對我們這種農業的人 他看似很照顧啦 我覺得這種照顧 我們不喜歡你 不喜歡的 好像那種 像我們 好像年齡那樣子 對年齡 那他的設備 都寫救助啦 哈哈哈哈 補助 補助嘛 照顧救 用舊的 用舊的 他會每次這樣 你是要死的嗎 他每次這樣 用舊的 哈哈哈哈 那他今天去看更多官的面 因為他對每一個產業都照顧嘛 政府是每一個產業 你看他今天這麼會賺錢 我相信他每年跟國家拉很多 國家的政策是 種工業勤農業嘛 因為 農業的耗水 跟工業的來產 是一比五十 他用工業的來去補貼農業 那農業大部分都在等休耕 等 等便更農地 哈哈哈哈 等治根 可是農民會照顏啊 你那個沒飯吃 你看屏東 這次就差點混掉啦 你看高雄那個邱瑩 他那個美濃 那個綠道出資的 他從來沒有在輸的 你看為什麼會輸 你鄉家不理他啊 哈哈 你不理他 你沒有票 他不是要求說 我們贏 你看嘛 他才拿政府裡一公斤五塊錢 我不是拿了一公斤十塊錢 二十塊錢 五塊錢 五塊錢一公斤 二十塊錢 我們的產出量 我們的成本 大概一公斤 至少要十四塊 十五塊以上 他只是貼 我少虧啦 少虧 少虧不是我拿 所以說 這個是我們在談判的 多年的過程裡面 產生一個就是說 我不是拿你這個錢 就會變好家 我們拿這個錢 是讓我們度過今年的困難 是 好那我們今天願意在高點讓利 嗯 那我們在低處呢 是不是願意把這個價格拿起來 所以我們才會去想到 給其他的動物吃嘛 那今天 你如果跨到 跨到那個畜牧業去 主委 的立場 這個 畜牧嘛 他的兒子呢 農娘呢 他的兒子呢 只是他們財務婚禮啊 他怎麼會 他賓錢來給他花 你不要的嘛 可是你如果說這個高度 由學界 同學說你們的高度 你就可以談到了嘛 今天 你這裡吃的 你可以減少 夾吾的排氣量 你又可以讓這些業者的 那個糧食 作物的進口 盡量 去有一些的頂替 這一些為什麼 站在政府的立場 你不做這些事情 他只是移這邊來這邊而已嘛 可是農民如果說你 這一些錢是給農村的農民 花得到很多的錢 那沒有理啊 沒有道理 可是不是啊 那只是你的成本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而已啊 你是怕掉 至少你就讓他度過了 不然你怎麼去管控他的土地 所以他反而是你要去處理這個果 這個果處理完就好 另一個就是我們跟他談的農業 他就跟他農情局一樣了 你一直推收入保險 文化管就這樣啊 全國都政府在算嘛 那你現在有個保險是60萬的 你評估出來 每一個地區的產量都是 政府去營地 舉例2萬8千公斤 那23塊就是君子 就是60萬 好 這個23塊我們沒話講 因為他有上次拍賣市場下到 傳統市場下到 傳統市場下 這一塊看起來 要去改變他 不那麼簡單了嗎 好 那我們看產量 你今天 我賣了喔 我也不給豬吃 那我就就地混回嘛 那我就地混回 這些產量就不見了 你要從2萬 你要給我算2萬2 你不能用2萬8千的算啊 所以他怎麼保險 他根本你就賠不到嘛 所以怎麼算怎麼算 其實 剛開始的時候 他一點也算贏你 對啊 他一定的啦 他一點也算贏你 所以說這個是從 現有的政策 當然這一塊在農業會比較快解決 我覺得序幕要靠 大家幫我們 因為既然有ESG的議題在裡面了 他是青椒他也沒有經過摧手 他之前有做過鳳梨 可是鳳梨會出資啊 因為那天我跟董事長報告 董事長他的意思 意思是說牛不吃 不吃那個香蕉皮顏色 那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 牛現在可以吃鳳梨 牛吃鳳梨喔 對吃鳳梨 牛嗎 牛吃鳳梨 這個我肯定喔 牛吃鳳梨就吃了 對 鳳梨雞那些都吃喔 上次就不吃是 我那個山丘他們的皮筋 他們有做六極化嗎 處理得很高 就是怕你時間內太長 它會發酵 會發酵 所以你一定要讓他吃到新鮮的 他就是皮切完之後馬上回去拌料 對 其實不穩定啦 怕吃這種料會不穩定 這個其實就是因為濃縮物跟傳統飼料 所以你要吃牛奶 傳統飼料是配料配出來的 配放 你不要看那個他那個花美那個鮮奶有黃景毒素 對 知道知道 OK 這個沒有驗喔 這個沒有驗喔 沒有驗喔 可是 你要給主持人看主持人在驗 牛肉它要牛奶 那會影響 會影響到牛奶 肉牛沒差 肉牛沒差啦 對 但是台灣的肉牛非常非常少 他有說 請我去研究 我說我 哈哈哈哈 你就是研究所 我找個室場試驗所 我把這個植子 你看呢 我們要認識土壤 它是什麼酸鹼型 什麼沙子 土啦 什麼 啊又要懂農藥 你看 我兒子真的太平 那個家大 他懂得 你看 公藥正是農藥 我們要讀三四年耶 我們要修馬達 那個水電金本的配電 你要懂 啊那個 抽鋼型我們在做的啦 勞力付出 然後在生長的過程裡面 什麼時候要追回 我說 現在農夫 這個太難了 這個太難了 農夫本來就是萬一之前 哈哈 這個也是現在農夫 所以等一下 所以等一下會講到 加工的 有什麼哪一些系列 香蕉 現在的加工就是 有鞋帶已經來做了 在做這個香蕉甲心鮮的 它會添加 添加在那個鞋帶裡面 啊不過他們現在測試階段 他們一定要做出一個 很多的那個 sample 出來 然後加在裡面 他那個 我覺得中華紫薑 因為 他開完會 一個月我都沒有理他 反正你講一講 他有來看啊 就算了 反正你不做我也沒辦法 他又打了 你們有沒有做 這個好像就 我要先知道 你願不願意跟我做 你不願意我 那邊熱臉 你的屁股也沒有用啊 如果他看起來 這個好像這個整個產業 都一直在動起來 是纖維 纖維 纖維都可以 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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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維也可以 纖維 纖維不要長 這個有點像我們牛奶 每次太多也不行 太少也不行 太多倒在水溝太少 會被客戶追殺 還有牛奶可以做衣物的 這個我聽起來 因為香蕉這個作物是熱帶作物 然後你現在把熱帶作物的東西 拿去做 像 養牛羊 我們現在的農耗知識 是從哪裡來的 品種從哪裡來的 這是溫帶 所以你把一個溫帶的動物 他在溫帶的環境中長期挑選 然後拿到這個熱帶來 然後你跟他說 你不用我溫帶的飼料 你就養不好 這理所當然 是 沒錯 但是現在問題是 我的氣候帶是叫做熱帶 對 所以理論上是從人的地場來看 就是一方土養一方人 對 同樣牛也是一樣 理論上我這邊的水牛為什麼養得非常好 因為水牛就是熱帶 所以我們可以應該講水牛 不是像荷蘭的 但是水牛變成乳牛 這是另外一件事 因為長期沒有做 對 所以在整個人類的這個 整個人類來看的現代 我們台灣的基礎 或者機會在哪 就是我是處在熱帶亞熱帶 對 我所有的資源就是熱帶亞熱帶 可是很不幸的 過去100年 最早50年 都是那些從溫帶訓練回來的人 把溫帶帶回來 變成台灣的農業 你們這些留美博士 對 很糟糕 你們這些留美博士 你們這些留美博士 目前有做香蕉之後是你嗎 沒有 現在有跟那個食品廠如記 其實我們香蕉的加工 一直我們都不太想往黃蕉走 因為黃蕉它裡面的催熟的酸甜比例不一樣 香蕉它是一個很奇怪的 它裡面的轉化它是電粉轉化 電粉美 所以說今年度的話 我們是想再把青香蕉 直接想辦法把那個皮剝掉 其實那個剝皮就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香蕉就說 等一下那個秋手朗會拿給你們吃 它做的是催熟之後 稍微催熟 把它放在那個 鹹粿 添加 我們直接想法是把 因為它那個量能處理還是有限 我要是一整條 所以我們是把它做什麼類似 我們在那個 鹹酥雞店看到的香蕉 那個薯條 所以我們把一條香蕉切對半 再切四分之一 就一條 剛好八片 八片 八片之後 然後我們先去把它 用那個 把那個 排行 把它冷凍起來 然後再去 裹粉炸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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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 在我們去那個 那個美式賣場 那個 美容賣湯 它有薯條 對 其實就是要用那種感覺 先去抓 現在Seven 願意讓我們把 Seven 現在Seven 有很多的那種店 就是氣炸 我們拿給它 馬上氣炸 它就是我們已經做好的產品 它試著要去推 我覺得這種推出來的話 這個一年應該超過一兩百 因為我要就是一百噸以上的 才算加工人 你沒有一百噸 你根本處理不了什麼事情 如果說 這樣子 又可以去把它量化 又可以去 有這一些的那個 通路 願意去賣 香蕉便宜的時候 我們可以處理 它 它 可以去 摳 因為它那個 剛開始說 沒有果薑 不好吃 你明天 早上沒有喝醬 好吃就不一樣 不好吃就不一樣 健康就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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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入球 銷售好 賣一下就不一樣 所以可以去 它有很多的沾醬 其實那個口感很好 如果這一塊的話 我覺得我是肌肉 賣一下韓國 因為我們那個 做出口 整個通路做出來 番薯 花花園 對呀 花花園是不一樣 因為台灣吃地瓜 本來是主食 原來就是主食 它也是一步一步做起來的 那這個是小吃 當然 沒有 快快約那個 那個提瓜條 它很多產品 那也是一樣 因為 番薯是食品 對 香蕉是水果 所以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要先去生濕 後端的硬價 要到我們產地 跟農民買多少錢 我要求它 你至少一公斤 要跟農民買10塊錢 這個既然我們要走到 這個商品的話 你沒有去訂 你隨便它去開 那就強 那就 沒錯 那就一直 所以說我們是希望 往這方向 不過剛開始的那個路 也有點難 因為現在有打到7-11 還有那個21世紀 那個烤雞 然後我們也有寫去跟 不太敢去跟麥當勞講 因為那太大了 太大了 有去跟那個那個 摩斯 摩斯 會怎麼樣其實我們就 都一直在試啦 如果試成功當然是 替我們自己的生存 找到通路 這是我覺得是最好的 嗯 嗯 那現在這個可以吃啊 這個就是索里跟那個 研究那個 那個沙奇馬的香蕉 這個沙奇馬跟香蕉一起 它用這個烤過的香蕉之後 去添加在沙奇苗裡面 很好吃 很好吃 剛剛吃過了 但是很好吃的 就是 只要做沙奇馬 很厲害 哈哈 我吃了這個 你看它的糖分 用得很剛好 很好吃 你看看 真的好吃 我以為那個香蕉會硬死我 結果還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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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 可以說 最新的一個 一個 一個產業選報 非常感謝 這個 也是讓我們看到 這個產業轉型的重要性 對 這個是 跟 也把ESG也融結 這個 這個 不簡單 最 最流行的花鐵業 不過 我加入我們 關注會 我一直在覺得 這種大宗的農產品 種植產品 還是要說服 這個 鄭廣會 在期貨市場裡面 加入 真正的農產品 期貨 期貨 才能解決 最終的 風險問題 對 其實期貨是 芝加哥開始 其實日本早期都是 農產品 期貨 黃豆啊 綠豆啊 大豆啊 日本只有這種期貨 而且它是定盤開盤 不是連續的都在 都在買賣 你刮一個價錢 它是 一個小時再開盤 一個小時再開盤 這種方式 很多方式 很多人之前講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的市場 不大 其實這個是錯的 我最近有在注意 我們的期貨市場 都是 都是 半導體啊 金融業啊 其實都不應該是 期貨市場 需要有的 期貨是規避現貨的工錢 是一個目的嘛 對 然後它的誠意 因為農民的風災 所以造成他們的損失 所以要進入這個期貨市場 它不希望 賺到 不應該賺個高價 也不希望 因為風災損失的價錢 它就是要 今天是20塊 它是永遠都是20塊 所以農民要進入這個期貨市場 去規避它的風險 這也是 農委會跟證管會 該做的事情 但是都沒有做的 所以像 美國的黃小玉 全部都是期貨的 全部都是 對 所以他們的農民是沒有這種 沒有風險的 沒有風險的 不缺行單前面那個風險 不缺的 對呀 那個20也是啊 我聽了那麼多 因為你有風險 所以你借了一個單子 那個上次講那個芒果 馬上虧600萬 是 對不對 那沒有 台風來了 賣給國外 沒人輸 還要賠錢 現在我想要知道一個消息 就是 在水果類的香蕉 是目前台灣最大宗 應該 算 因為期貨就高一菜 跟香蕉吧 產池嗎 產池還是 兩 那可以面積 還是幾樣 應該是 產量 應該是很產量 比鳳梨都還 幾乎 鳳梨 有沒有去調查過 芒果 大概在這幾個 鳳梨應該沒有 這麼大的產量 鳳梨的種子面積 差不多300公斤 三千 鳳梨的生產面積 300公斤 麵花蓮 不止 對 花蓮加一根 加一根 加一根 沒有我問這個問題是這樣 我在十幾年前就 就曾經跟製設會 為了要推台灣農業 我那時候被騙回去在農村中心 我就想做一件事 因為農業的現代化是一定出現 但就在亞洲大 那機會在誰呢 日本 中國 新加坡 台灣 四個國家 想要整體這個發言權 農業的發言權 所以那時候呢 知識會就非常有興趣 因為他們主業 所以知識會就做了一個 proposal 交給我們經濟部 結果經濟部收到 財政部那時候是 fintech 農業這邊叫agri-tech 然後呢 當然海外就 因為這些資訊 其實很快就流出去了 所以新加坡就快點 把知識會的東西抓過去 他們馬上就開始行動 台灣到今天他就行動 fintech已經行動 fintech到現在沒有 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要說的事情是 中央研究院是需要大大的改革 我本來以為農科院是個機會 結果我去的農科院 蹲點蹲一年喔 我在雅蘇蹲點一年喔 那也常常在香蕉所 跑來跑去也差不多要一年喔 然後最後發現 最多資源的地方 叫做中央研究院 人才奇跡啊 對 就是整個農科院的意見 還不如中央研究院一個所 那農商中心理論上它的設計 是把跟農業相關的所有研究所的 研發的東西 研發的人才 整合在一個中心為了農業 可是很可惜呢 當初成立的時候 楊湘發院去去推動的時候 曾經被完全期許這樣做 真正運作就沒有 沒有直到今天都沒有 我在那邊的時候也曾經想要做也沒有 那現在又多了一個農商中心 原來在南部院區 這間區也搞了一個 也不三不四 最後呢就不重要了 就另外在高點旁邊先有搞一個 那是真正的院區喔 那不是屬於農商中心 所以這個格局就一下跳了至少高三十倍 那三十倍當然預算也會三十倍 這樣情況下呢 他竟然請了農商中心原來的主任 他退下來去當負責 南部院區總負責人 那可惜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的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在農業關注會裡頭這樣 一直跑一直跑以後 我們中間大概有了越來越多人能夠了解台灣的現況 反正現況就是說政府幾乎不做為了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放不上他都什麼 該做的不該做的 他剛剛也提到 該做的不該做的 做的不該做的不該做的 做的不一定要的事 要花錢才能夠獲得那些徵兆啊 那些都是 不過我說一下 我是很幸運喔 有一個人在他當課長的時候 在新社當課長 還沒有當課長就跟我認識 所以我就把他抓到我那裡去 學分子生活學 所以在農委會的系統下面呢 新社那邊就終於有第一間 是叫生物技術組 專門用生物技術 包括組織培啊 包括分子一種這些都進去 那他現在呢 咚咚咚就一直往上跳 跳到農委會副主委 哦 成戶 你說農委會副主委能做什麼 也不太多 什麼都不能做 對也不太多 所以我為什麼要來組台灣關注會 農業關注會 就是說 你政府部門因為是個政治制度 選舉制度的關係 政黨政策關係 你什麼都不能做 即使你當部長都不一定能做 所以這個抱怨最多 就是以前的對政府部長 許鴻恨 好 那話說回來 到底能不能做 第一個就是找到農業的關鍵 像剛才提到說 如果農業的重要項目 重要的 重要農產品的重要項目 台灣開始建調 期末是否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 我們關注會可能要開始去 了解 去跟大家第一線 像明先生這樣的 這個已經搞進農的 對對對 第一個工作離開太大 我們的提議案 或是我們關注的對象要正確 我們的資料要正確 各位要非常小心 對啊 全世界各國農糧組織 包括UN的農糧組織 Data 都不可靠 是啊 就是農糧組織 就是UN 為什麼知道 我到了非洲就才知道 然後第一線去跑 跟他們知道 因為Data就變出來 然後更疲譜的是 九二月地震 我在入園場被震驕以後 我事後馬上去參加 在府裡的那個震災 然後也去參加 國際的 這個世界展望會的震災的時候 我從世界展望會 在台灣拿到的災情資料 或是救災資料 跟實際我在國第一線 完全無合 對 差十萬八千 所以最後我就想那個習慣 就是我到哪裡去 聽到哪個東西 我有興趣 再去看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邊第一線 第一個 從一先生這邊來講 一定是我們 我會認為台灣的機會 就像他這樣 對對 我叫做A級農民 我不叫做企業農民 A級農民意思就是說 他不但自己做得很好 而且他對他 大農帶少農 對 這個作物也好 這個品項也好 他有使命感 他願意成全別人 那其實成全別人就是成全自己 對 所以這個生命空中體的感覺 的農民在台灣有 我們明天要去的 這個天使花園園 陳先生也是類似這樣 就台灣隱藏在 對底層呢 有一代兩代這樣做下來的農民 有使命感 有熱情 然後慢慢 因為現在教育比較發達的 有見識 所以台灣的農業是絕對有實話 可是制度上 系統上要先健全 嗯 所以我們感謝上帝 就說像比方說 這個Angelo 或者是其他的 像Jesse這樣子 我們在別的領域裡面 已經有專業 然後回頭看 有農業這一塊 這麼大的產業 這麼大的資源 為什麼這樣搞不亂七八糟 然後從其他產業觀點回來看 真的叫亂七八糟 這真的像森林 這真的像森林 對 這真的像森林 剛剛講的水很聖 那是明年的大兔子 哈哈 水太聖 吐人的大兔子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今天 誰很聖太聖 其實是對我來講 是非常大的啟發 就是說 第一線的 這麼認真在做 然後長年累積的這些的 關鍵性問題 一直都是懸而未決 這不是今天才有 有天前就有 可是那個都是靜姿問題 比較多 不是 靜姿問題 我們有動的 就算了 今天剛剛提到一個 對我來講 最興奮的就是做期貨 一定要找期貨 一定要做期貨 風險誰來請貸 今天因為大古列的期貨在那 真真有錢的人也在那 對 所以台灣在熱帶亞洲帶 我一直期待或一直認定說 台灣這個位置 在農業的重要項目上 熱帶作物 絕對是會當leader 可以當leader 那你要當leader 就是我告訴車位 就是說 你一定要建造一個資訊系統 是農業的資訊系統 是台灣最清楚 台灣人才有發言權 才有主導權 那香蕉這一塊 我特地也是過去有機會 就到菲律賓去看 看日本的公司 跟Door的公司 那個現場 他們的大量真的搞得很重 我就發現 他們那個lab 回來跟我香蕉手一比 那簡直是不能比 這個想玩去而已 不好意思 我說我們香蕉手 有這麼正規重矩 這麼樣高水準的研發人員 人員 人員在做 對 對 設備也算不錯 人家那個產業 就算是 物種罐物種罐 物種藝術藝術 所以台灣其實 應該有非常非常大的機會 我們這個農業的好觀眾 會在新的年度 慢慢聚焦就是說 先看最重要的 代表性的產業 其實香蕉 我一直認為是代表性產業 過去曾經藩屬被省政 謝東銘時代 認定是台灣主要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副產品 副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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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食的 那應該也把它拿出來 那第三個是什麼 所以其實台灣有好多個 而且台灣研發跟交易水準 這麼高的時候 我昨天在高雄 這個意想天地 參加他們的那個 在地創生的 一個年輕人 大概就是30歲 到35歲左右 那五個人 那我非常非常驚訝的是 他們帶著他們在大學時代 或是大學出來兩三年 在社會上混的專業 那因為環境客觀的關係 必須要回到鄉下 那也有一個是 完全學生時代 就在鄉下住房子住 然後就留下來 結尾 那這一種的年輕人 我看台灣只要一個鄉鎮 有五個人 台灣就翻轉了 因為他帶著他們在大學 完全不同的專業 像在義大旁邊 台南義大旁邊 台南義大旁邊 那個水戶旁邊 那個小村落 就搞叫做義農 義樹農業 果農 稻農 它都叫義農 義農會搞得非常有生有生 然後有一個是成大的化學系 他其實他也不是為了要 回鄉下去做什麼 就是因為他家裡以前在種菱角 然後回去一看 滿地都是菱角殼 菱角當然是越來越越重 不過還是蠻多的這個產品 然後他是學化學的 又到清華去練完工的 跟這個 所以他想說這個一定要處理掉 結果他就用五六年的時間 就把他的菱角殼 現在變成一個非常賺錢的企業 所以類似這樣子 台灣的隱藏的年輕人 那用以前這種年紀 剛好是帶那一代的人 就是你這個是師傅級的 那也輕便進來 那我們只要把系統弄對 我相信台灣 我那時候的期待是因為 台灣農業絕對是整個 國際各種產業競爭業 競爭裡頭的唯一可以競爭的產業 而且他不但是產業的產值所有競爭性 更重要是他的人 用的人 是台灣所有的人都可以進入 你不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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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有幾個中學畢業 國中畢業 我在潮州啊 就有一個嘛 叫林東泉 他老兄在潮州本來是賣菜種子 在國中一年級就不讀了 就賣種子 賣到現在是中國最有錢的農民 多有錢呢 他在河西走廊 在九泉就蓋了一個小農場 然後就把合併農校的老師跟同學抓過來 說我現在要生產種子 台灣有幾個小的農子公司就偷偷生產 在九泉 就從那裡起家 一萬塊人民幣起家 現在少收一億美金的每年營業額 在西班牙買福堡 在荷蘭最大最現代化的東西 他是最大股東 所以意思就是說農業其實會很奇妙 更不需要什麼 一定要練大學才可以進的產業 根本也不是說我只有小學畢業科不可以進去 也照樣潛力不夠 所以他是給人類一個最大的彈性 你投資進去 你的人生就這樣子絕對不一樣 可是現在台灣的農業很慘就是 我大學畢業到了農村 進到這一塊田 不管他種什麼開始學種 明年 後年 十年以後 完全沒有盼望 我們看不到一個農民 他從一個很粗險 就像產業界其他產業一樣 他現在是一個小員工 後來變成領班 後來變成廠長 後來變成經理 沒有啊 農業沒有啊 所以我明天要去參加的非常重要 就是說 終於開始思考到系統性的問題 剛才講洗貨這個系統 定價權 或者ESA將來的這個 台灣應該爭取 我們現在要大力去喊 去搶這個位置 第二個就是農業 從業的人員 不管你是在哪一些塊 從第一線開始整理土壤 種東西 一路上來 當你進到這個環境 你的整個人的價格 會不會在這個產業裡頭 你是不斷地被往上拉 這個看法 這樣才有對年輕人的選擇 所以明天我們就應該談幾類的問題 ESA也會談 總之呢 我自己是經過這半年來 我自己是 心得越來越差 就越來越差 就越來越有失望 對 越來越有可信 因為我看到第一線 它算是在我們的中青代 它不是 它是中壯代 中壯代 這應該是馬上就兒子就這一代 剛才他說的 他兒子已經年代專業 明天去的 就可能跟你 或是比他年輕一點 比他年輕一點 對 所以 今天 好啦 靠你了 看起來 對啊 你最年輕 不用擔心 他是被媽媽拉著來的 對 你聽完這裡 你就發現潛力無苦 他有專業 他跟牛對話 對 他一定有專業 所以 謝謝 因為余先生 他今天其實是抱著 身體還需要 休息健康的 強固的狀態下 最近才手術 然後 今天還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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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還特別 把這個時間播出來 一起用開 一起再 可以進一步交流 對對對 謝謝 請問有沒有特別 請問 我是問 你的剝皮器其實不太困難 青椒椒剝皮器沒有太大困難 現在就找不到 現在不是那香蕉 真的 香蕉都剝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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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都剝不來啊 對 我們現在剝是怎樣呢 稍微把它煮滾 煮過 煮過之後 現在我現在最喜歡的是青香蕉 但是分離中間比較 皮跟肉的 腳部在定 我們不能定的話 只要定一個深度就可以 這是工程師 你的陽極也是這樣 對 工程師 這個如果可以打破 這個香蕉的青椒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工程師 你一萬回頭再世代幾下 他他他 我也是農民喔 哈哈 你是小農 我是小農 對對對 工程師轉農夫的 對我也是農民 對 這邊是公司 不是研究所 這邊不是研究所 這邊是公司 是公司 所以未來有那個 合作牛奶香蕉開花這個 就是 是